日本主持人帶鄉親來看 百年三兩次在中國家 工藝最堅定的藝術家 詹鳳珠老師 這回的講述到中華生活美學院的妖精 將他的工藝作品拿來吃點飲品 前幾天帶鄉親來去看看 不管使用在哪 那些使用人來變一個物品 已經不是早期農村社會的生多企骨 這些企骨已經先為監獄使用生的工藝品 工藝和詹鳳珠老師 這回應國立中華生活美學院的妖精 帶來創造到相當有看頭 就是農村生活那種 什麼本雞 菜籃 米蘿那種的 對 都是以使用為主 比較少觀賞性 讓喜歡的人沒有踏入這一行的 可以看簡單的 看起來也不是很難 可以吸引他們走入這一行 畢竟這一行 從事這一行的人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事實上在那裡才是頂的變一天乎 是一本傳統計的 但是詹鳳主導師沒有相關運用傳統的修法 更加發展出的是有計畫 主要展現出來這片 更加是巧度天工 這個比較難的是這個花 每一個節都要做完之後要調整 然後每一圈要花兩個鐘頭 我把蓋子拿起來 你看喔 其實最難的是在這裡 你看它的花這個是由大到小 但是不能因為由大到小 而每一層都少一個花 都不行 還是要這麼多的花 如果去將這個材料呢 把它由寬到窄去採檢 這是一個秘訣 中華显瓦美學館一齣 展鋒主導師在臺灣工藝界相當出名 不然聯繫鐵條人改國家工藝中昆典 也是研究免心者組織的工藝家 這齣的個展示相當難典 多將心不問的這種話 採訪保登